有一句话叫做外科医生救命 麻醉医生保命 我们是保命的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职位 但是大家不一定都知道 很多人会叫我麻醉师这样 我一般都会说 不是麻醉师 是麻醉医生 有一些外科的医生就叫他麻师 听到这个的话就会回复 就是外科老 这家有利的反击 你可以叫成麻花 男士顺便被叫成麻草 这个我觉得是一种夸奖 麻醉医生是做什么的 是打医生就让病人睡着了 然后你就没事做了 我们耳朵是一直在听着监护仪 听着麻醉机 听着手术室的一些变化 整个监护仪滴滴滴声音 在普通的医生耳朵里 它不会感觉到 但是在我们麻醉医生的耳朵里 我们都不用看屏幕了 我们能够听出来 这个病人有什么情况发生 例如说血氧饱和度99-100是 哒哒哒 然后那么往下跳 哒哒哒 这样子 听得懂吗 说明很好啊 如果我一直盯着 你一直在问你说 哪不舒服呀 还好吧 你这个时候应该恐惧一下了 是不是自己有什么问题 我们麻醉的两大任务 一个就是安全 一个就是舒适 经常有病人是这样 醒来以后睁开眼睛 第一句话说 手术做了吗 我当时我都通常会一笑 哎呀 这你是对我们的最高保奖啊 说明你现在一点都不痛 我们的底线是安全 但是我们的上线 病人对舒适的要求 是没有顶的 我们的这个学科 还有很多可以去挖掘和发展 我是感觉遇上了一个好年代了 包括我们的麻醉的一些理念啊 我们的一些流程啊 技术方法药物等等 基本上接近了我们国际的 这样一个水准了 其实我对我这个职业的愿望很简单 就是希望我每个病人都平安 目前我的病人都安全地 离开了手术室 我希望就是我退休了 还能说这句话